我是超好康 歡迎來到 TVBS超康戰情室 這張明星的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李俊宜委員 殷乃金小姐 吳世懷委員 有所謂議員 羅志強議員 好 那麼蔡英文跟麥卡錫 昨天會了 蔡英文引用孔子的話叫做 德不孤必有靈 講了以後 我們本節目的製作人 就問他兒子9歲 小學3 4年級就說 這話誰講的你知道嗎 不知道 孔子講的 孔子是誰 不知道 然後比較大幾歲的兒子就說 孔子畫很多的古人這樣 聰謀小姐 沒錯 話是很多 輪移講很多 一塌糊塗 就是現在的教育去中國話 一塌糊塗 但是蔡英文跟蘇珊堂 都滿喜歡引用這個古語的 也被制約了 被孔子制約了 好 麥卡錫說 我不是為了挑起緊張 中國不要怕 麥卡錫說美國會持續加速 對台灣的軍售 而且要準時 因為我們買很多都不準時 都到烏克蘭去了 再加上美國平常也沒有要打仗 所以他的軍工廠 冰工廠產生 他是民營 有一定的數量 現在不夠了 所以就延避台灣 台灣慢一點 慢一點 所以國防部長昨天在立法院 打選還是說 我們是期望了 但是也不敢保證 換句話是根本不太相信他講的 而且他有什麼力量 他也不過就是個議員 就是個議長 他又能怎樣 他真的能夠推動 或是真的能夠Push 政府或是這些軍工行業嗎 麥卡錫發現很美國 什麼叫很美國 就是他好像這是非常保守 沒有在轉爬五爪 反中 反共 講的就是一法三公報六保證 然後大陸不要緊張 我們沒有等等 他就講這些 就是也不想去激怒或觸怒北京 什麼叫一法三公報六保證 主要六保證這邊 軍售日期沒有終止 沒有設定 一定哪一天就不賣了 然後也不會向中共徵詢意見 也不會在台北北京 擔任斡旋的角色 也不會同意要修訂台灣關係法 也不會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 也不會對台灣施壓 像你跟大陸去談判 只是那個時候 另外就是 因為雷根1982年簽署了817公報 提出六項保證 所以六項保證是要抵消 817公報有關美國對台軍售逐年递檢 817是逐年監竊 其實他就沒有了 然後大陸就很緊張說 放心 還有六個保證等等 美國重播角度也是兩手策略 另外北京說這次還滿自製的 克制的 文攻武嚇都不像裴洛西來說 那麼強烈 我們看一下 這是蔡總統過境美國落幕前的安可取 總統蔡英文離開洛杉磯之前 在下榻旅館外 支持和抗議的兩方人馬 持續對陣叫囂 比音量也比道具 事實上比起去年裴洛西訪台 北京這回的反應相對克制 紐約時報就分析認為 北京也知道明年台灣要進行總統大選 所以也不敢太直接 就怕再度激起反中情緒 連人在北京訪問的歐盟主委會主席 范德賴恩也不忘叮嚀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范德賴恩對習近平當面警告 休想動台海的歪腦筋 當西方國家團結抗中 外媒普遍就認為台灣能夠在外交戰中扮回顏面 為什麼這次大陸好像滿自製的 紐約時報是說顧忌台灣大選 馬上要選舉了 大陸也知道了 反應太強烈 等於幫民進黨助選 我想馬英九因為剛到大陸去也有關係 這時候也很難看 如果這時候對台灣又包圍又什麼 而且事實上 從佩洛西到台灣跟麥卡錫 這是他的選區會見蔡英文 這差很遠 那個程度其實差很遠的 所以說三方都克制了 所以風暴引而未發 剛剛談到歐盟的主席 有馮德蘭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提說台海安定很重要等一堆 講完了以後 沒有發表共同的記者會 馮德蘭自己召開記者會 然後中方自己發布新聞稿 習近平講得很強硬 說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誰要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做文章 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答應 誰要指望中國在台灣問題上 妥協忍讓 痴心妄想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講得非常強硬 來 老師 怎麼看 我覺得Kevin McCarthy 這個speaker的位置得來不容易 投了十幾次票 才好不容易得來 所以他是比較 就是說我要像個speaker 他跟以前的那個 非常保守的Gingrich差多了 他真的四平八穩 而且中 美 台三方面的反應 跟我上個禮拜的預料完全一樣 我完全猜得非常的準 因為大家都各退一步 何必 你雷聲大 雨點小 本來就應該要這樣 因為大家三個都是玩家 都是政治人物 都把他玩 吹得過大 牛皮吹得過大 當然都要各退一步 面子也保住了 但是對你要宣達的對象 也都有所交代 你看Kevin講的三點 其實像技術合作 認同統一價值 還有軍售 我覺得軍售最重要 他有特別講到一點 他說制裁不如軍售 我要是在現場的蔡英文 應該那個是最好的機會 插一句 他說Kevin You are right 這個軍售當然比制裁 就是預先 你制裁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我們一個小國 光靠你對我們的軍售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沒有用的 所以完全靠老大哥 老大哥你力道要搶 應該重要的是嚇阻 嚇阻要比軍售有用 你軍售只是把台海搞成戰場 把台灣搞成疆土 等到我們有一天需要你賣給我們的軍火的時候 我們已經完蛋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要插入一句 今天我們台灣可憐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不管馬前總統去大陸 我們蔡總統去美國 各奔東西 但是碰到你在場的對手也好 夥伴也好 當他們講到有你可以插嘴 或可以見縫插針 或可以回嘴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都選擇不表態 不講話 就是小狗一隻 怎麼只會咬尾巴 不會見機 馬上很機制的回一句話 像馬前總現在要回來之前 宋桃又講了 家裡的事看著辦 不要給外人插嘴 你如果在現場你會不會插嘴 你會不會回應一下 對不對 我覺得馬前總統應該講 宋大哥 家裡的事當然不要給外人插手 最好 但是你想70年來 如果沒有外人插手 大哥的骨頭 都可以被用來敲骨了 對不對 我這樣講 你覺得宋桃會翻臉嗎 宋桃不理你 好不好 雖然蔡英文跟馬前總統 各奔東西 不過今天還是殊途同歸 今天都要回來了 來 這個 吳偉剛去接了機是吧 沒有 我準備要去 結果怕來不及 沒去了 沒有 我的看法 其實這一次 美中 台都很克制 應該是各有所圖 美國的圖是 拜登現在跟大陸 相互依存度很高 布林肯到現在 氣球事件之後 到現在去不了 他們一直積極想要 拜登跟習近平通的話 到現在低層次去了一趟北京上海 沒見到誰 你覺得習近平有什麼堅持 不敢跟拜登通 通過電話有什麼了不起的 就不通 就是談判籌碼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就是一直把台灣 推到前面 不管軍售 或者蔡英文要去美國這件事 但是習近平也在等 等這一次美國你的處理 一個是白宮 一個是麥卡錫 大家都誤會了 麥卡錫不代表美國 美國政府跟議會的看法 經常南遠北折 是不一樣的 他要軍售快一點 國務院說話才算 不是他說話算數 所以更有所圖 加上他們都要選舉 一個要連任一個要選舉 那麼習近平為什麼也克制 當然馬先生確實一個 第二個他現在走大國外交 他先不理你 你只要不要碰台灣 所以馮德蘭一在台灣 他馬上跳出來 我底線你不要碰 但是馬克宏在那邊 歐盟執行長在那邊 接著澳洲的總理還在排隊 東協已經去過了 西班牙也去過了 所以他現在走大國外交 我剛剛把中東搞定 那現在俄乌戰爭 我顯然扮演主要角色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 把這個作為他的重點 先不急 我現在如果對台灣 太激烈反應 又來軍演又嚇武 第一個影響選舉 對馬先生不好看 對歐洲國家 他想結交的國家 你還是一個窮兵獨武的共產國家 所以我們的克制 我們當然要克制 你蔡英文去那邊 敢跟馬英九一樣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如何如何 好像也不恰當吧 蔡英文這個整個行程 包括美國 紐約 都沒有提中華民國 有沒有提 都沒提 都沒提 然後我們最不舒服的是 麥海西說他是台灣總統 他說No 我是中華民國 如果你補這一句 我就補上審道了 剛剛那句 我就給蔡英文拍手 所以他們各有守圖 各有需求 所以都克制 但是我們不要以為 老共就放過這一次了 只要是這種事情 將來變成常態化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他為什麼這些軍艦都要出來 老共還有後續的行動 還有我們一個談 來 南京 我覺得這一次最重要的 就是麥卡錫跟蔡英文 他們借著雷根圖書館 然後談到就是817公報 六項保證 但是事實上817公報 是對台灣來講是很傷害的 雷根總統一直到簽署了這個之後 他才警覺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他當時他的副手 就是老布希 跟他這個歷程的重要性 這件事情對於台灣 帶來的傷害 所以後來才有這個六項保證 在這個李傑明的回憶錄裡面 把這個過程講得非常的清楚 然後透過這一次的 他們在那邊會面 然後強調對台灣的軍售的承諾等等 我覺得他的基本的格局 就還是沒有辦法去跳脫 中美之間的關係的框架 特別是這個麥卡錫 他在被記者問到說 記者問得很明確 如果台海之間發生戰爭的話 你美國是不是要派兵出來保護 他還是沒有正面回應 假設性問題 對 他還是沒有正面回應 就表示說 麥卡錫他也深深的知道 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敏感性 所以包括他 包括蔡英文總統 在相關的談話上面 其實都還是滿克制的 我覺得對於北京來講 他有多方面的考慮 一方面就是像剛才這個 吳斯海委員講到的 馬克宏在北京 范德萊恩在北京 你現在如果因為 蔡英文也不過就是在那邊過境 麥卡錫是在那邊跟他會面 而你就大動干戈的話 對於大陸的形象不好 而且你也給馬克宏跟范德萊恩 他就是出了一個難題 你人在那邊 你對台灣採取大動作 你要不要反應 而且更何況 范德萊恩這一次去中國大陸 他帶來了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中國跟歐盟之間 他們要恢復雙方的 有關於經貿上面的 這些的合作和談判 我們知道在梅克爾 他在卸任之前的時候 不是促成了中歐的投資協定嗎 後來因為他們兩邊相互制裁 中國去制裁歐盟的議員 然後歐盟也去制裁中國 所以這個東西就卡住了 而這個部分 是大陸非常想要的 而對於歐盟來講 范德萊恩也講得非常的清楚 跟這個中國經貿脫鉤 是不切實際的 所以大陸還是要考量到 他整體的大國外交的形象 不過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既然中國 為了防止美國的圍堵 那麼希望跟歐洲簽 共同投資協定 你幹嘛去制裁 國會議員 你制裁那些議員 就是要通過這個協定的 你制裁了他 搞到現在拖這麼久 我現在感到很容易 我現在想要多了 他這樣想要多了 我現在想要多了 你一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